好 不過說到了台股 事實上台股在今天 之所以平蓋股會漲 就是因為蘋果的財報很漂亮 盤後大漲了4個百分點 激烈的族群通通往上動了 這最近的財報很重要 美股超級財報州 應該怎麼做觀察 事實上不只是科技股 更重要的是很多的傳產股 那我們就看到今天又有一個 北美的美國神話的傳產UA UA的財報出來 結果盤後大跌了15%的股價 盤後大跌啊 對 股價大跌了15% 這個東西主要是在講什麼呢 是在講說它的北美營收不太好 你看這個股價是直接跌了15% 直接跌了15% 收盤是跌了13.69% 盤中最多跌15% 因為它財報一出來以後就跌了嘛 那雖然它的虧損比預期的要少 但是它講了它的北美營收 會這個不如預期 為什麼這個北美營收很重要 因為它有70%的業績是在北美 好那UA的概念股在台灣最重要的一個代表就是如虹 如虹這個股價不得了400多塊的股價 紡織股做這個股價可以做到400多 411在今天收在411 而且它沒有跌 重點是它沒有跌 為什麼它沒有跌 這就是關鍵了 UA除了如虹之外還有 東榮新葉 德利 好這些都是 所以你看東榮新葉股價也沒有跌 這兩檔如虹跟東榮新葉 東榮新葉在今天還漲 0.98% 還有德利 德利也是 德利就是最近稍微有點跌 這個德利等一下股價我們再來做一點分析 那我們就先講說為什麼 東榮新葉跟如虹的股價反而沒跌 因為整個運動產業他們正在做什麼供應鏈的大調整 他們要集中他們的供應鏈 所以他們過去可能有40個供應商 可是他們現在可能集中在5 6個供應商 所以贏者會全拿 所以對於如虹 對於東榮新葉來講 很可能是未來的贏家 所以當UA整個財報不好看的時候 它很可能做更大的調整 這些概念股反而有一些會得利 有一些就會受傷 那UA的財報發生什麼事 好 那我們就來講 財報裡頭到底告訴我們什麼 好 UA的財報裡面 它第一個就講說 它的北美的營收不如預期 那北美的營收不如預期 我們就來探討說 UA到底最近幾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UA的這個公司 它最重要是什麼 它一直在強調它幫助運動員 讓它的肌耐力可以提升 讓它的體溫可以降溫 所以讓它在運動場上可以持久 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所以它是一個跟運動員 有一個高科技的一個結合 這個不是很紅嗎 機能一這件事情不是紅得不得了嗎 它非常紅 所以它曾經在兩年之內爆紅 可是大家現在回頭去看說 它在兩年之內為什麼會爆紅 因為它簽了兩個很有名的球星 一個是打高爾夫球的 這個叫史佩斯 這個Jordan Spitz 這個19歲的球星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到 這個他穿的UA的鞋子 這個19歲的球星被UA簽完了以後 他連續拿了兩個大滿冠 除了高爾夫球球星以外 他另外簽了一個勇士隊的球星 柯瑞 柯瑞被他簽了以後 馬上他們的球隊拿總冠軍 所以柯瑞的神色 神色的這個一個一個畫面出來以後 帶動所有的球迷 跟著去買他穿的衣服 Under Armour就大紅 所以大家就在想說 Under Armour紅 到底是因為 他跟運動員緊緊的貼在一起 還是因為這兩個球星 給他帶來了好運 那之後這兩個球星 並沒有在持續的有新的作品出現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業績又跟著掉下來 可是要或者找了巨石強森 好 那巨石強森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巨石強森幫他代言 那巨石強森 大家都看到了什麼 他的肌力非常強 所以他代言了 可是大家就在想說 巨石強森是一個電影明星 他是一個電影明星 他跟我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他並不是一個運動員 他並不是一個與運動員建長的人 所以整個他的這個運動員的形象 其實在巨石強森上 並沒有表現出來 他也給什麼 你對他提留在他電影裡的形象 對 他也給復仇者聯盟 復仇者聯盟 所有的演員也穿他的衣服 復仇者聯盟也穿他的衣服 也穿他的衣服 也是強調要身形非常的好 緊身 保溫 所以復仇者聯盟 你看到那些英雄的緊身衣 其實是UA的 對 但是這個跟一般人太遙遠 不是運動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跟他運動的 本質要宿存的本質貼近 但他確實有些黑科技對不對 對 那他現在的黑科技很厲害 他還準備要做太空衣了 太空衣啊 太空衣 因為他準備要上太空 這個我看美國人做夢都是要上太空的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他為什麼有這些黑科技 這個是巴爾蒂摩 他有一棟大樓 專門在研發他所有的這些運動的機能衣 好 那你看到的這個運動機能衣 好 這個我們看到 第一個 這個運動員在他面對的那個牆在跑步 他有一個機器是總共有54台的照相機 他每一秒鐘可以拍七幅圖 把運動員的每一個身體的狀況全部拍下來 所以他可以創造一件衣服或者鞋子 完全能反映運動員的每一個姿勢 所以讓運動員的成績可以變好 所以這些高科技在反映在 完全是在他的產品上 所以他跟運動是可以完全疊心 所以他有一個實驗室對不對 針對他的這個機能衣也好 或者他的球鞋也好 不斷地做測試 不斷做實驗 甚至聽說他的瑜伽服會變色 對 他的瑜伽服這個轉動了一個 換一個動作以後 那個顏色就會跟著轉變 所以他表示他跟你的身體是完全的貼合 完全的可以配合你的身形 去做出一個好看的衣服 不只是運動的強力會增加 而且要時尚會漂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鞋子也變色 他的衣服也變色了 對 所以他會隨著你身體的狀況 而改變顏色 讓你知道你現在運動的時候 你身體的狀況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你看他現在是藍色 那我們剛剛看到他是不同顏色 他這個顏色不斷地轉換 讓你知道你現在體能狀態 那麼這麼高科技的運動服 竟然傳出財報出現了陰霾 沒錯 也就是銷售出現了下滑 會影響到相關概念股 剛剛你特別談到的得利 對 那得利算是一個比較低價的股票 然後他因為剛好要辦增資 好 那所以這個股價就被打下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他的K線圖 你看最近 你看K線圖有沒有除期之後就打下來 那掉下來為什麼 因為他要辦一個 8月份他要辦一個增資 剛好是20塊 所以大家一想 那糟糕了 最近股價就壓在這個地方 那可是他據說 整個下半年的營收的成長狀況 非常看好 或許他逢低是一個機會 而且確定不斷地 這間的營增資 就算了 這間的營增資 也一直在打下來 那可是人家的營增資 還要